Lun Sang 腰椎 有人说腰椎退化是年老或老化的必然结果 但其实这个问题是年轻或年轻的患者居多 今天想请教Dr. Wong 到底退化性椎间盘炎的成因是什么呢? 我们了解椎间盘在哪里 椎间盘其实在脊椎骨与骨之间的中间位置 椎间盘的功能其实最主要是帮我们射压、避震和缓冲的作用 如果这个椎间盘长期受压的话 就会容易引致提早的退化和有劳损的现象 因而令到发炎的症状出现了 这个椎间盘其实常见就是如果它退化的时候 就会见到它开始有纤维环的撕裂 里面有些物质就会流出来 好像刺激了神经线 就会引伸到痛症出现了 有没有什么高危族群呢? 是不是真的年轻的患者特别多呢? 如果我们长期坐在办公室 八、九个小时工作 而又不动的话 很容易这些椎间盘就真的会脱水和受压 而起发炎的症状 所以我们一般年轻人最好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 我们多点起床、走动一下 譬如我们坐20分钟可以有8分钟站 另外如果你说我都很难 20分钟坐就要走来走去 那可以坐到少于1个小时就要移动了 另外当然我们要做伸展和强化运动 去建立我们的肌肉去强壮一点 说到这个退化性椎间盘盐 到底那个症状是什么呢? 是否整天腰背痛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呢? 因为其实腰背痛引致的原因都很多 如果我们有这个椎间盘炎的朋友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坐了很久起床 腰部就会很累很冤和很痛 甚至乎晚上睡觉的时候 比如转身都会有冤累的情况 早上起床就特别觉得刺痛 有这些症状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了 听到退化两个字 很多人都会很担心 是否没办法逆转 没得避免呢? 当然我们都要透过治疗 治疗方面 我们首先要帮病人消炎和止痛 另外也不能少做运动 市面上也有些健康产品可以帮助到大家 例如有些我们叫软骨素 或者是一些水溶性骨膠蛋白都可以帮助到 但当然我们都不少得要伸展和做运动 现在示范这个动作就是舒缓腰背痛的 可以开始了 我们慢慢躺在脚上 我们留意手慢慢打开 掌心向天的 两只脚贴上 大概屈曲成90度 然后吸一口气 呼气 把脚慢慢垂在地上的方向 这一刻应该在这些位置 腰背甚至臀部会有拉斜感觉 慢慢上回来 吸气 呼气慢慢落 慢慢上回来 这个动作是用来舒缓腰背痛的 预备的是一条大小的毛巾 我们会对接 把毛巾放在我们的腹部位置 慢慢趴上去 那么留意我们的脚的距离 最好和盆骨肉的距离 就不要贴得最迫 或者打得太开 手的摆放位置 就是我们的肩膀两旁 手大概在耳朵旁 预备好 吸一口气 呼气 将人慢慢拉向后 慢慢放松下去 留意就是我们的前臂 是贴着地面的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的头 就不需要过分的屈曲 顺着角度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这个动作很轻松的话 我们有个强化版的 我们的手可以放高一点 然后呢 吸一口气 呼气 我们连前臂都会离开地面 这一刻呢 我们的腰背的角度呢 就可以增加了 好 这个动作呢 我就要一张椅子的预备 这张椅子呢 有要求的 四只脚稳固 同时间呢 有个手把 我们的椅子呢 就放在我们背后 就好像动作 想坐下来一样 但是一样东西呢 我们的手呢 要扶住个I-Pang 慢慢坐下来的时候呢 手呢 就不要屈曲 我们下半身呢 下肢的地方呢 就是放松 将上下身的重量聚下去 大概5-10秒吧 接着就慢慢起身 我们再做一次 慢慢靠下去 那留意一下啦 那我们的肩膀呢 就不要这样 縮了上去 縮了上去 我们要保持 用少少力的 做的时候要保持呼吸 慢慢起身 可以放松回我们下腰背的肌肉的了 这个动作 所下展开 nostra摄像 打理你 感谢 快靠 一定 员 一